以前老一辈的人常说,农村人都是土里刨屎,对这个说法我并不是特别理解,以为只是一种简单的形容。 直到我看到翠花和天来的这种农村生活,我才对这个词有了新的体会。 尼泊尔最近雨水较多,好不容易今天雨后出情,翠花和小女儿带着天来,来到山坡上挖芋头。 过冬的芋头有了雨水的滋润之后,正是饱满肥瘦可以食用的季节。 雨后的泥土比较松软,这一片土质含沙量较高,不能种植小麦,却特别适合芋头的生长。 芋头和土豆的习性有些相像,深深的埋藏功名硕果于地下,这种芋头几乎不需要大理,纯正野生环境任其自生自灭自由繁衍。 她们的锄头,木拔太短,挖起地来比较吃力,需要人一直蹲在地上操作。 翠花没挖多久,便已经累得腰酸背痛。 两岁多的小女儿,对于挖芋头感到既好奇又有趣,帮翠花打下手将芋头捡到一起。 翠花蹲在地上歇息,老公天来便接着挖了起来。 天来撅着身子没挖几下便开始喊泪,一屁股坐在泥地上,这种短把工具特别飞里飞腰。 看天来那懒洋洋的样子。 翠花忍不住又骂了她几句。 天来倒也不敢还嘴,平时在家里翠花说了算,她即便心中不满也只敢小声嘀咕。 不多时,翠花抬头看了看天,发现山头上乌云密布,天色又阴了起来。 看来一会儿又要下雨,翠花也不敢多停留,便将挖好的芋头装进筐里。 随后叮嘱几句让天来注意避雨,自己则背起芋头和小女儿,沿着山路急急忙忙往家赶。 请继续观看,别人家都是吃肉吃鸡,翠花一天到晚土里刨屎,不是吃草就是吃芋头。 今天翠花出去时,不小心锁上了房门,孩子们没有要是进不了屋。 两个女儿便来到屋前的山坡上找吃的,草丛中夹杂着的这种野生的甘蔗,感比较细并没有多少汁水。 对于没有零食的尼泊尔孩子们来说,这一丝丝的甜味也值得期待,只是两个孩子用镰刀的姿势让人有些不太放心。 甘蔗砍好后,两个女儿便蹲在山坡前,你一口我一口啃了起来。 这种野生的甘蔗甜味较低,和吃甜高粱干差不多。 我小时候也经常在田间地头找甜高粱干吃,因为不认得经常会祸害掉很多高粱。 主人气得大骂,我们吓得不敢承认,此时翠花正抱着小女儿吃力地往家赶。 这个季节山坡上的麦子已经长出麦穗,今年雨水充沛,眼看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。 翠花这一路,头上挂着一筐芋头,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,一路跌跌撞撞,累得气喘吁吁,好容易来到门前,掏出钥匙打开房门。 没过几分钟,外面便下起一息息利利的小雨。 翠花清醒自己回来得及时,没顾上休息,又蹲在地上开始生活,准备给几个孩子煮饭。 一个人即要看护几个孩子,又要劳动煮饭,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。 咱们平时两口子带一个孩子,有时感觉饭都吃不到嘴。 炉火点着后,翠花咬来一碗玉米,从火汤里抓了一把炉灰撒进锅中,炉灰和玉米一起翻炒。 他想给几个孩子做些爆米花尝尝。 山里人一切都是自给自足,能不花钱就不花钱。 制作爆米花没什么难度,只要撒进锅里不停搅拌即可。 过不多时,锅里的爆米花便噼里啪啦爆裂开来。 请继续观看。 翠花今天回来比较早,准备给几个孩子做些爆米花尝尝。 在锅里撒入一把锅底灰,再倒入半条玉米,随后用树枝来回不停搅拌。 玉米力受热后便噼里啪啦爆裂开来。 本来看着倒也挺符合胃口,只是不知道他为啥非要撒些锅底灰。 翠花边爆边吃,一锅最终也剩不了多少。 它们的玉米并不是爆米花专用的玉米,所以大部分都没有开花,都是铁豆。 咱不得不佩服它们的牙齿。 玉米花爆好后,几个孩子围在一起吃了起来,翠花顺带将回来施斋的麦碎放进炉火中焚烧。 这种烧麦子其实挺好吃,作为农村的孩子应该都吃过。 麦子成熟之前麦人饱满柔软,用火焚烧后吃起来满口焦香。 小时候麦子抽碎的季节,母亲从地里回来也会给带上一把放在火上烧着吃。 不同的季节有不同季节的乐趣,使城里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快乐。 烧好的嫩麦子,趁热放到手上使劲揉搓,搓掉皮后的麦人直接塞进嘴中咀嚼。 整个过程看起来比较粗野,而且会弄得双手发黑。 不过却可以品尝到这种纯天然大自然的味道。 翠花一个人带着四五个孩子,还要帮着老公天来照顾牛棚,同时又要种植山地。 还要变着花样给几个孩子们做些吃喝,确实她有她的不义。 我们经常嫌翠花拉她懒惰,其实如果换作是我们站在她这个位置,未必能够有她做得好。 婆婆一天游手好闲不帮着带孩子,一家子人七八张嘴,五六头牛十几只羊,全部需要翠花操心照顾。 所以她也只能放弃细节,任由家里面乱着,孩子们脏着。 随着孩子们的逐渐长大,家中的情况自然会有所改善。 感谢观看,谢谢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 多情的巴桑,爱上了温柔的和香。 和香确实是个好姑娘,不仅人长得漂亮,相貌也端庄大方。 勤俭持家里里外外都是好榜样,只要和香在家,不光一家人被照顾得无微不止。 就连眷里的两头大肥猪也被养得又白又胖。 和香好像闲不住,一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,喂完猪又喂鸡。 山中雾气腾腾,云雾昭昭,他们独门独户,一家人居住在山林之中,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 之前一家人没有房子,日子也过得很惨。 还好,现在一切都已成为过去。 米拉的儿子托雷已经能够工作养家,家里面的生活也欣欣向荣。 现在一年到头也能吃上肉。 当地人储存肉类都是熏肝或者是风肝。 和香一边切肉一边和弟弟拖雷先谈。 拖雷又打趣地问道,姐姐你到底是喜欢巴桑还是喜欢原方? 其实从内心里,拖雷也不想让姐姐出嫁。 和香一边煮饭一边给拖雷说,姐姐至少要等你有对象之后才会考虑成家。 米拉在屋外忙着晾衣服,抬头望见山坡下来了个王媒婆。 王媒婆一心人浩浩荡荡,声势浩大,一干人等来到米拉家里。 众人寒暄客气一番,打过招呼后,突上草稀盘腿坐下。 这才表明来意。 来者自报家门说,他们是隔壁村的大户人家,家中良田百姆,牛羊成群。 来到这里不为别的,就是想给儿子玉西说美提亲。 相比于巴桑媒婆来时代的礼物,玉西家确实出手阔绰大方,不但带来了饮料还有一个硕大的猪头。 没人还向米拉介绍说,这户人家是隔壁永康村村长的儿子,家境在当地也是数亿数一。 有个儿子名字叫玉西,今年刚刚二十七,不仅性格沉稳,而且有稳定的工作。 请继续观看。